汉城向诸葛亮为了充实军粮,亲自率领人马,到隆西来阁脉,他的人马刚到鲁城,得到了探报,说是司马仪带领重兵,屯在了上规。 司马仪已经来了,这可是个劲敌啊,这说明的司马仪已经猜中了,诸葛亮必然是到隆西来阁脉子,因为军粮接济不上,好厉害啊,诸葛亮想难道就这样带领着人马再回去吗? 那怎么能够呢?他想出一个妙计,自己啊,亲自装神啊,挑选了三个小校,招装打扮和自己一样,也坐着四轮车,又司马仪出营,使司马仪来追赶,如果能蒙骗住司马仪呢,然后好搁这麦子啊。 司马仪和张虎啊,真的从大营里追出来,开始的时候这一追啊,司马仪他们就很紧张,追着半路上,突然几声炮响,又出现了三个诸葛亮。 司马仪俩,司马仪俩眼有点发花啊,啊,今儿晚上这儿怎么了?怎么这么多诸葛亮啊? 司马仪俩,使司马仪更为紧张的是今天诸葛亮带来的这些军校,你说他带的是人啊还是神啊? 怎么这些人马乌了乌涂,乌烟瘴气啊? 司马仪俩,司马仪糊涂了,就在这一展眼的工夫,眼前出现这么多汉丞相。 啊呀呀呀,司马仪用手一棍马头,他当时就把人马扎住了,不敢追了。 司马仪心里头,暗暗地盘算,人言诸葛亮,不仅通读兵书战策朽天文之地里,而且这个人呢,还能够呼风唤雨,撒斗成兵,搬山挪海,居神,潜将呢? 他善于运用六丁六甲,说不定今儿晚上真的把天神搬下来了吗? 不可能吧? 嘿嘿,司马仪想了想,如果要说不可能,那肯定他其中有战,必然是个计。 司马仪是有点懵,第一个懵啊,他不知道诸葛亮带来的这些是什么兵。 第二啊,司马仪也不知道诸葛亮有多少人马,到底有没有埋伏? 所以他有点犯犹豫。 你想想,司马仪是全军的主帅,他这一犯寻思啊,首先那小孝就受不了了,本来这些军孝出大营来追诸葛亮啊,就提着心吊着胆。 现在一看,都督都有点害怕了,嘿,难怪,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,诸葛亮带的都是神兵天将? 打,打什么呀? 人家对面一仰手,一人一把神杀,咱们连尸手都找不着了,干脆咱败得了。 可你们倒看看,都督都手里那令旗啊,那令旗摆没摆啊,告没告诉你们,把后队变前队。 现在曹卫军顾不得这些了,还有的那主啊,当郎一下,把那刀就扔了,有的把旗子也撇了,扎腿就跑。 人家一跑,这队形不就乱了,刚才司马仪和张虎啊,压着这个队往前追啊,哎,这阵容啊,这队形还挺像样,现在忽然乱了。 司马仪说,哎,这怎么回事啊,这,当时他挺恼火啊,怎么,我这还没说撤呢,你们怎么都开腿跑了,不要乱,不要乱。 他本想啊,把这些军校给拦住,那哪拦得住啊,哎呦,这几千人,要是一乱起来,谁能够阻挡得了啊,这些军校就把司马仪给裹下来了。 哎呦,他想圈这马也圈不住了,举着令旗再摆也不好使了,司马仪的人马望下这一败,诸葛亮带着人杀回来了。 你看刚才这些位赤脚大仙啊,披着发光着脚,手里没拿码,腰里都带着短刀呢,现在把刀全都亮出来了。 由后边这一阵眼杀呀,这时江威和魏严他们由大后边也带着人马杀上来,嘿呦,把司马仪杀得大败。 这一战损失了足有三千多人啊,司马仪一口气败回了大寨,他立刻传令,圆门禁闭,可不能再注意了。 张虎啊,我说什么来着,我说诸葛亮是必定有计,要没有诡计,他绝不能坐着四轮车来到咱的圆门前呢。 你看见了没有,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儿,就生出这么多汉城向诸葛亮来,难道他用的是分身发不成? 直到现在,司马仪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,他避着这圆门呢,避了三天,他避了三天圆门呢,人家西蜀军那会儿可没闲着。 诸葛亮,下跑了司马仪之后,自己啊,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鲁城,回到鲁城来,天已大亮了,特别是假扮诸葛亮那几个小校,大车上也下来了。 这几位一下车乐的是前仰后合呀,不管怎么说,我们冒充了一气丞相。 大家互相这么一打量,看看每个人这穿着打扮,全乐了。 怎么回事儿,从来也没穿过这样的衣服,一个个披头散发,光着个脚。 怎么司马仪看这些军校都那么迷迷登登,乌腰瘴气的是怎么回事儿啊? 他们不是预先打了不少的草绳子吗? 哎,这五百军校裂开了队伍之后啊,单有人在后边点着那草绳子上的光冒烟,不着火,咕嘟咕嘟烟这么一起,火把再这么一举。 五经半夜,让你看不清楚,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儿,就像蚊子似的这通蚊。 大伙儿觉得很好玩啊,哎,跟着丞相这仗是越打越惊,看见没有,没费什么吹灰之力,可以说呀,玩着就把这仗打了。 哎,其实啊,这是打了胜仗啊,说是挺轻松挺高兴,当时相当紧张啊,特别是有一位小校, 虽然啊,招装也是八卦仙衣,坐的也是四轮车,在车上可值哆嗦呀。 那司马仪真要追到自己跟前的可怎么办呢? 吓得这几人都不敢言语,怎么一言语口音不对,这几位都是四专口音,一说让司马仪听出来,这就麻烦了。 众军校啊,都抑制不住这高兴劲儿,不管怎么说,还得说咱的丞相。 咱丞相啊,那真是一位神人啊,看见了没有?没费吹灰之力啊,就让咱们化化妆改办改办,居然就把那么大的一位争稀大都督司马仪给吓得是掉头就跑,以后这仗啊,多打点。 主格亮丞相听到了也是微微一笑,怎么呢? 嗨,多打点,司马仪并不那么好糊弄啊,这一冲一撞行啊,等他明白过味儿来的时候,那就不好办了。 众军校一听啊,丞相说的有理啊,正在这时啊,卢城城外是一阵打乱的,坏了。 大概真像丞相说的那样,司马仪明被过味儿来了,赶快去看看,这军校就要登城巨战。 哎,主格亮摆了摆手,不必这么惊慌,把四门打开,是咱隔脉子的大军回来了,是吗? 大家按着丞相说的把四门打开,这么一看可不是吗? 可,可,这这各个晒路全都买了,一眼望不到边的西蜀军啊,那罗驼舵子一排一行,一溜一溜的, 大车小亮没个尽头啊,感情啊,隔脉子的大军真的回来了。 诸葛亮在装神诱敌司马仪的同时啊,马带他们这几员大将带领军校出去就开了联了, 卖田不是多吗?军校也多呀,大半夜的工夫,白隆西所有的卖田都给割光了。 把麦桌才拉回来了,一跺接一跺呀,哎呦,不能再往高了马了,再马呀,这麦多呀,就要磨天云了。 马得太高了,这得什么时候晒呀?那还能耽误时间吗?马上就得开晒。 这时啊,这时啊,有探报报进了上规曹卫的大营。 司马仪这么一听什么?西蜀军干什么呢? 在打卖场,翻腾麦子呢?感情把龙西的麦田都给割了。 哎呀,嘿嘿,司马仪一跺脚啊,明白了,明白什么?我中了诸葛亮的技术,他这是来狂轰我,大概就在他狂我的同时。 他派军校已经开连割卖了,要不怎么能这么快呢?啊,大半夜的工事,半龙西的麦子都给割了。 哎呀,是司马仪百思不解的,诸葛亮宽我也好,用计也罢,那天晚上怎么雾气腾腾那么多诸葛亮呢? 这事我非得把他弄明白了不可,就在这时有人来报,说是捉到了一个西蜀军格麦的小校,司马仪这么一听,哦,捉得好啊,我正想要找这么一个人,赶快把他给我带进大仗。 真捉到了一个格麦小校,可不是真的吗?怎么回事呢?这小校啊,麦子也格完了,他迷了路了,给带进了曹魏大营壳把他吓坏了,特别是把他带到中军帐这儿。 往大仗里边这么一推,这小校举目一看司马仪,下里一哆嗦,一眼就看出来了,这位肯定是全军主帅,争稀大都督司马仪。 司马仪一看,小校紧张掉命,他唯唯一笑,呵呵呵呵呵,你不必害怕,进前来,把他叫在跟前来,只要你跟我说实话,我绝不加害你,而且我还要重赏你,放你回去,你看如何。 哎呀,司马都督,不知道您问我什么,是我知道的,我准全说呀,嗯,我来问你,你们军营之中,有几位汉城乡诸葛亮? 这小校一听乐了,哼,就一位呀,那么那天晚上来接我的大营,怎么会四辆四轮车,四个诸葛亮? 哦,小校一听司马都督,其实啊,来到你园门前,讨战的,那是我家丞相,其余的那三位,那都是军校改办的。 哦,他带了些什么人马?都是些军兵啊? 不是天神,汉野哪来的天神鬼怪啊?那都是一些军校把头发披森开了,光着脚,穿上了那么一套黑衣裳。 哦,我再问你,那怎么在人马的后面雾气昭昭,阴气腾腾呢? 从老远这么一看,迷迷茫茫看不清楚。 哦,那是我家丞相吩咐的,在未来讨战之前,我们编了上万条的草绳子,把它点着了之后,广袤烟不齐火,那不是跟夏云一样吗? 哎呀呀,司马一听到这儿,俩手一脱胡须,他仰天长叹,哎,诸葛亮,果有神鬼,莫测之机。 瞧我这荡伤的,嘿嘿,麦子也没看住,还落了一个损兵折将,他把袍袖一摆,吩咐一声,赏过小笑,打扶他走。 旁边的郭槐一看,司马一够窝囊的,可是总是这么闭着圆门不站,这不是个事。 都督,我看您倒不必恼火呀,咱们不是让诸葛亮给骗了吗? 这算得了什么呢,才损伤了多少人脉呀? 司马一听啊,按你这意思呢,全军覆没啊? 不是,您不用着急,我说呀,咱们虽然打了个败仗,吃了这么点苦头,这算不得什么,现在诸葛亮不是把这个麦子全拉到鲁城去了吗? 我想他呀,还没来得及,把那麦子晒干,磨成面,借此机会,咱不如领人马去攻鲁城,都督您可以率兵在后,我领兵在前,前后两气加工啊,咱就把这鲁城给他踏平了,大败诸葛亮,然后咱把这麦子挽回这么一拉。 诸葛亮总算逃生,他能逃到哪儿去,不是您说过了吗? 君无良自乱,诸葛亮之所以这么着急,这么上火,他到了龙溪,不是就为这麦子来的吗?咱再给他夺回来。 他就没法再打了,他的粮草阶级不上,独战自败,到时候他把汉中一退,咱们随后追杀,岂不是大获全胜吗? 嗯,司马仪点了点头,郭怀这主意不错,可有一样,郭怀将军,你可不要忘了,诸葛亮,诡计多端啊,他把麦子已经得到手里了,还能叫咱们再得回来吗? 哎,郭怀一听,都督啊,唉,您可不能这么想,常言说智者千律,必有一失啊,您总是这么闭门不站,这不是事儿。 有句话我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,现在在三军当中,都有点传说了,司马仪听传说什么? 传说都督您哪,是未属如虎,郭怀有点急了,他激一激司马仪,就是说您哪怕西蜀军哪,就像怕老虎一样,总怕随时把你吃了。 好,司马仪怎么一听啊,他用手一拍摔一看,啪,可恼啊,嘿嘿,司马仪摇了摇头,闹什么呀,说我为西蜀如虎,就如虎呗。 可但是人家郭怀说的也有理,我不能总是这么消极不债,应该攻一攻卢城,说不定,不单单把麦子夺回来,还许捉住诸葛亮呢,也未可知啊。 郭怀将军,就以你之见,你我今夜分兵去渠鲁城,不过可有一样,郭将军,你可要多加小心哪。 郭怀差点笑出声来,心说准时这句,都督啊,您总加着小心来着,嘿,揪这个心,攥这个肺,夹这个肺,可是那亏也没少吃。 我记住您的话了,家小心就是,当夜他们分兵,悄悄的来取鲁城,等到三更里过,人哪接近鲁城的时候,郭怀在马上掌身这么一看,这鲁城啊,竟悄悄鸦雀无声,一点灯火亮不见。 城头上亦感惊奇没有,这鲁城这镜啊,镜得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,也不知道为什么,镜得有点怕人。 郭怀白马勒住了,他派个小孝,赶快过去探一看,看看城中可有动静。 这小孝,跑去的快回来的也快,启禀将军,城上城下没什么动静,好像并没有君族把守,那还不算,城门虚眼,那城门啊,没关,就那么眼着呢。 啊,郭怀吓了一跳,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,是不是诸葛亮有防备啊? 不能吧。 不能吧。 呵呵,郭怀转念一想,大概是啊,人的武艺太高了,就一高人胆大。 啊,这诸葛亮啊,巧用这么一个计策,吓跑了我家都督,然后隔来这么多的麦子,他这一高兴,靠上三军,大喝一通今儿都喝醉了吧。 没准,来,就此工程,别愣着了,他一抬腿嘎愣了一下,有咬宁魂得胜锅把大刀就摘下来了,郭怀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摆,三军就拥到了城下,刚一接近人家鲁城,突然听城头,一声炮响,刻紧跟着城楼上,是万箭齐发啊。 哎呀,郭怀在邓中一跺脚,果然人家诸葛亮有防备,嗨,郭怀心想啊,已经来了,是我给都督司马一提的行,这样大败而回有什么面目去见司马都督,今儿我拿人垫呢,也得垫进这座鲁城。 我哪里抢一捆麦子呢,也算我没白来啊,他吩咐三军立起云梯万里攻。 就在这时,司马仪的人马也到了,司马仪这么一听什么,郭怀已经开始攻城了,哦,诸葛亮有准备,你看怎么样。 嘿嘿,这诸葛亮啊,他这一生光接别人的营了,他的营寨怎么能这样轻易被人家给劫了呢? 我说郭怀他也不信啊,既然来了,我能够袖手旁观吗?怎么也得接应接应郭怀啊,打吧,司马仪把令旗子一摆刚要望上宫。 这时,就听这麦田之钟,四面八方,一起响炮。 炮鼓连天,筋鼓打坐,喊沙声震耳欲聋啊,怎么回事? 感情在麦田里边,埋伏着无数西蜀军。 诸葛亮早有准备了,那当然了,就这么把麦子隔回来,大大方方的,一亮一晒就等着磨面全不管了,那哪行啊? 这隔麦的三军回来之后啊,马带来禀报,说是他这些隔麦的小孝啊,走丢了一个人。 诸葛亮一听啊,走丢了一个,他想了想不好,怎么,走丢这小孝,一是迷了路,第二说不定,可能被人家曹魏军给捉了去。 要是迷路不要紧,还能找回来,要让司马仪把他捉了去,这可就麻烦了。 不单呢,隔麦子这事全部败露,那就是连自己啊,装神,也得让司马仪知道了。 知道这事倒不算什么,司马仪肯定来鲁城夺麦啊。 哦,我把麦子割下来,让司马仪再抢回去,合着,我从骑山大老远的带着这么些人马上这儿来给司马仪尽义务来了。 那哪行啊? 诸葛亮心想,司马仪,一个麦穗儿,你也甭想从我这儿再夺回去。 诸葛丞相想到这儿,他立刻传令,派四元大将,各领五千精兵,埋伏在这麦田里,等司马仪来宫鲁城的时候,只要听我城楼上泡一响,箭一发,你们就望上冲沙呀。 几元将领令分头去安排去了。 当往麦田里一埋伏的时候,众家将校都服了,服了丞相神算过人,怪不得开始开连阁麦的时候告诉我们广哥那麦穗儿,把那麦角留得长一点,感情是为了藏人。 哎呀,这司马仪他真敢来供咱的鲁城吗? 嘿,还真来了。 炮声怎么一响啊,四面八方一袭喊煞呀,喝这场混战。 从半夜杀到天明,把司马仪和郭怀呀,杀得大败。 司马仪怎么又败了? 他带的人并不少啊,人是不少,这胆不行啊。 怎么回事啊,这些军校从一出他们曹魏大营,把那心就低了起来了,他们就有点犯和计。 都督带咱们要干什么去? 上鲁城夺麦子去? 去活捉诸葛亮? 啊? 大伙一听咱都督是不是喝多了,怎么还捉人诸葛亮呢?人诸葛亮是神仙,带哪些神兵,咱没看见是怎么着? 哎,你说那有什么用啊? 兵听将令,让咱去就得去。 本来大伙啊,就前怕狼后怕虎子多多梭来的,忽然城头泡一向,把大伙吓一跳。 曹魏军一看,你们瞧见了没有? 这整个鲁城啊,都雾气招招。 旁边那厅啊,你眼花了,鲁城哪来的雾气招招,这还没弄明白呢,跟着麦田里头一喊沙,更晕了,坏了。 到处都有天兵神将,咱们哪,多余来呀,快跑吧。 独战自乱,能不败吗? 嘿嘿,这郭怀和司马仪啊,摆的这惨像可太寒碜了。 怎么,郭怀是亏歪假邪,跑回来,司马仪啊,连头盔都跑丢了。 回到大寨,查点人数,人马折去大半。 看,司马仪瞅了瞅郭怀,点了点头啊,无声声有声啊。 哪意思啊?郭将军,以后这主意啊,您少出点。 郭怀啊,憋了一肚子气,真都怪了啊。 怎么跟这诸葛亮打仗,跟下棋一样是哪招都不灵呢? 他瞅了瞅司马仪的神态,郭怀心想,甭问啊。 都督肯定就要传令了,圆门紧闭,干脆我替都督传的了,来呀,将圆门紧闭,满来,让司马仪给拦住了,又喝,郭怀一瞧,行啊。 怎么,我家司马都督没让人家西蜀给吓住? 司马仪吩咐,不许关闭圆门,将圆门打开,精神点,胜败乃君家之常事,老夫一定要学这两次重计之恨。 他立刻传令,让孙礼统帅雍梁二十万人马,跟我和兵一处,踏平鲁城,你诸葛亮带的兵不是精吗? 我的人多呀,我给你来个以数量对质量,我把你这鲁城给你铲平了。 司马仪传令,让郭怀与张河分兵两万,狭断西蜀的梁道,让诸葛亮是插翅难逃。 司马仪传令,让郭怀与张河分兵两万,狭断西蜀的梁道,让郭怀与张河分兵两万,狭断西蜀的梁道,让郭怀与张河分兵两万,狭断西蜀的梁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